今天是大年初期,人日 相传是女娃在这一天创造了人类 因此这一天被视为人类的诞成 然而你知道吗? 近年来我国的华人生育率正在逐年下降 如果还持续不断下降的话 微型华小可能就要关门了 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主席拿督王洪才提醒 过去10年来,华小学生总人数 从10年前的60万人下降至2022年的50万人 其中近20%为非华裔学生 这使得华裔学生在2022年仅约40万人左右 他表示随着少值化趋势的持续 这一个趋势必将进一步加剧 对华小造成影响,尤其是微型华小 目前我国一共有1302所华小 但以总学生人数50万人来计算 平均一所学校只有约385人左右 然而,由于90%的学生 集中在10%的城市及新型城市华小 导致学生无法均匀地分布 超过620所华小已经成为了微型华小 占了近50% 王洪才透露,根据教育部的数据 近年来因学生来源不足而被关闭的华小 已经有接近70所 这些学校被列为未操作的学校 同时他指出,尽管华裔生育率下降 将进一步影响微型华小的生存 但这些只是个别案例 并不至于影响整体华小的存在 他呼吁华小董事部及华社要打破迷思 不要盲目追求招收大量学生 而应该是要重视每所微型华小的发展 并将其打造成为小而美的特色学校 他进一步强调,华小必须准备面对 学生转数逐年下降的趋势 董事部也需要开始规划 如何提升华小的教育数值 使华小不仅成为华裔家长的首选 更成为有足的选择 事实上有很多国家 也同样面临少举化的现象 也难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也劝新加坡人赶快生个龙宝宝 所以各位新婚夫妻 你们有计划要生龙宝宝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 一路我们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别加坡人赶快生 一路 u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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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 两个人 你 他